感覺好像是福利亞的有大變化 那個肛門還收得緊緊的 看到那個湖泊裡的水 好像在慢慢慢慢下降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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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降 那個慢慢慢慢再降了 再慢慢慢慢降了 這樣的原因是在唐古拉山那邊 喜馬來山山腳下那一片的冰系融化 現在在減緩 冰系融化在減緩 減緩的原因有個飛碟 大飛碟蓋在上面擋了一下陽光 然後還有三個小飛碟給它吹風 讓它溫度降下來 讓它溫度降下來 這個溫度一降一刻 溫度一降一刻 冰系融化就慢了 這樣幾乎是裂乾淨淨的 幾乎是裂乾淨淨的 長江裡的水位就開始下降了 長江裡的水位就開始下降了 開始下降了 以前那些人根本就沒想過 這個水哪裡來了 天氣下雨 後來不下雨的一刻 他們還在說下雨 反正就沒動下去 在他們的意念當中 除了下雨就沒有什麼其他原因的了 從來沒想過是冰系融化震度引起的 也從來沒想過這個為什麼冰系融化震度了 更不要說什麼飛碟去蓋住了上面 讓它太陽光接受得少一點 和非得去吹風 讓那個溫度降下來 沒辦法這個事情 只有枯萎中正 一直在忙著這個事情 讓那個冰系降下來 另外一個三峽報酬 三峽大壩下面偷了那個地下通道 從那個三峽大壩上游 連到隔壩下這個討論已經通了 但是因為水位高 人家都沒注意這個事 沒注意這個事 所以一般的人都在混成室 其他部分都在混成室 就像每天都在考慮到 怎麼同外星人溝通好 怎麼請求外星人 來我們解決地球的問題 或者太陽的問題 或者宇宙的問題 好像地球上沒人在這個思考 沒人在思考 酷異中正 另外一些幫助者 來看待這個之外 基本上沒人在關注這個事情 沒人關注不要緊 自己做好就行了 自己做好就行了 原來今天就體現了一個 一個就是 湯古拉山那邊 和西馬拉山那一代 冰淇龍化開始監緩 監緩 監緩了以後 冰淇龍化監緩 監緩了以後